作词 李宗盛 让我太早太早死去 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个事情 就是著名的李音乐人吴洪飞 他因为发布了一个微博 说我想炸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局委会 我想炸北京市建委 因为这一条微博 他当天就被公安部门带走 到今天还被羁押在看守所里面 这个事情这两天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它涉及到我们公民最真实的言论自由 和公权力如何妥善运作之间的一个关联 我想从以下这几个层面和大家一块探讨这几个问题 第一个言论自由的边界 我想说的是吴洪飞的这么一个言论 尽管从整体意义上来说 确实具有一种威胁的一种效果 他说他要炸某个地方 但是事实上我们仔细地历清 他仅仅是在表达他的一个主观的一种情绪 仅仅是想而不是做 那因此我们就要具体的区分 当我们在探讨如何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时候 我们要探讨他的不同的一个边界 很多的网友说 那假如这一言论是发生在美国等等这样的法治发达的国家 是不是也要承担责任 我想说的是 我们在探讨言论自由的时候 不能停留在一个概念和机械的照搬 国外经验的一个基础之上 的确我承认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 在美国的历史上 也有因为发出这样的一种恐怖和威胁 而遭到法律制裁的效果 但是它并不是单一的 即使是在美国的这个司法界 他们也围绕这样的一个问题 引起了很多的一个争论 但是在今天大家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 比如说就吴鸿飞这样的一种情况 我想我们可以分为不同的一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吴鸿飞所发表的这种言论 就像孔庆东所发表的 我操你妈这样的言论一样 那正常的人通过一种常识的判断 都能够判断出 它就是一个情绪的发现 它没有任何犯罪的作案的工具 手段和条件 没有做出任何行动上的一个准备 因此让我们的相关的这个警察 情报和监控部门 完全可以根据第一线数 进行一个调查 能够发现它仅仅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和背景 发出这样的声音 第二个情形 我们再进一步假定 如果吴鸿飞 他是打电话 直接打到了北京市建委 打到了那个集委会 说老子明天就要把你们这个地方给炸了 那如果是这样 那我想他的性质 比刚才仅仅是在微博上 光明正大的 针对不特定的公众 所发出的这样的一种发泄性的言议 他的性质又有微妙的一个差别 那在我看来 如果他是直接的打电话 指向对方说 某年某月我要炸了你 那么很显然这种威胁 他具有更进一步的具体的指向性 那么他承担 治安行政管理处罚等一种严重性 肯定比第一条言论 又要严重得多 我们再假定第三种情形 假如吴鸿飞直接给当地的派出所 比如说海淀区派出所 直接就打电话说 我已经在北京市建委 安装了一个炸药 他在15分钟以后 他就要爆炸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么当地的警察部门 马上就闻风而动 去进行调查和追究 发现吴鸿飞散布的 仅仅是一个虚假的一个谎言 而且事实上他并没有安装炸弹 那如果是这第三种情况 我想肯定性质又要比第二种和第一种情况 又要严重得多 那我想在这种情况之下 吴鸿飞承担行政 法律责任也是没有问题的 第四种情况 吴鸿飞说 我就宣布 代表某个恐怖组织宣布 我已15分钟后 就要引爆这个炸药 那么而且去发现 确实有这个炸弹 但是及时排除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性质又更加的严重了 吴鸿飞在这种情况之下 承担行事法律责任 没有任何问题 我刚才根据第一种真实的一种情况 假设了三种另外的一种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种法律性质 它所涉及的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边界 都是逐渐的推进 逐渐的趋向严重的 因此我们在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有一种 就是论事的一个思维 在我看来 根据我前面所假定的这几种情况 我认为吴鸿飞 他仅仅是在这样的一种公共领域 根据这样的一种情形 发布了这样的一种 对于有关政府部门的 一种不公正的一种行为的一种不满 我认为完全是情有可言 无可厚非的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 它的言论自由并不付出一定的一个代价 我们知道言论自由的一个社会 它既允许每个人公开的发布自己的一种情绪和不满 但是同时你也应该知道 在言论自由的一个社会里面 你的一个极丹的言论 分裂的言论 制造恐怖仇恨和暴力的这些言论 都会导致不同的效果 那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分不同的方式来与一种惩罚和规制 比如说一种受贿的一种任性的一种方式 如果一个人长期以来 他发布的言论都是不可信的 不可靠的 都是极端的 都是制造仇恨的 那么这种人长期以往 他的言论会逐渐的边缘化 他的人格 他的道德 他的公信力会发生破产 换言之 他在一种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之下 他发表的一种煽动性的 恐怖的一种仇恨 仇恨的言论 也许会导致大家群情而起 但是在一个开放的言论自由的社会 这样的言论 他注定会走向边缘化 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多元当中的一元 换言之 只有通过言论自由 这样的一种不大的一种市场的一种临选机制 我们才能够使人 逐渐的变得更加的理性 更加的明智 更加的有判断力和分辨力 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 关于政府应该如何去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 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政府 在规制言论自由的过程当中 或者在保护言论自由的这样的一种环境下 它应该起到更大的 更积极的作用 而不仅仅是消极的作用 那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他在发布这样的一个言论的时候 你们要想就是言论 它既包括一些探讨真理的言论 包括与事实有关的言论 但是言论的很大层面 也包括人的一种主观的一种价值倾向 主观的一种清晰表达 我们不能因为他的这种清晰表达是极端的 可能是错误的 可能是会有引起人厌恶的 我们就说这样的言论就要进行禁止 我们也知道在人类历史上 曾经有很长的时间 仅仅是因为一个人的一种装束 仅仅是因为他的性别 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女巫 是个巫师 他就遭到了屠杀 仅仅是因为他和我们有差异 他和我们是不同的 那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就想言论自由的环境 你就是要容忍 人与人之间是不同的 而且这种不同并不意味着 我们就要把你灭了 我们就要给你取而代之 而是一种共融的一种关系 共同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状态 那因此我们政府 在处理这样的关系的时候 也要持一种开放的 一种自信的一种立场 而不仅仅是简单的 一种粗暴的一个打压 我认为在相对于个人 发布一些极丹的言论而言 政府在担用公权力 对这样的一种言论进行压制 它所带来的恶 所带来的一种人心的一种 一种就是不确定性 一种不安 一种暴力的一种倾向 可能它的一个威胁和威胁 比像吴鸿飞这样的人 发布这样的一种 极丹的一种言论 可能它的危害要大得多 另外一个在处理言论自由的时候 我也说过 就是言论自由 它并不是机械的套用概念的一个结果 一个人可能生活在美国 生活在别的一个言论自由环境下 他知道言论自由是什么 但是如果你给他放在一个专制的 没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之下 碰见了他在美国永远不会碰到的 那些有侵犯言论自由的事情 那么他也应该要从头学习 从头带来 再来怎么去应对 因为他面临的这个约束条件是不一样的 换言是一个美国公民 他面临的美国政府和一个中国公民 面临的中国政府 他们所面临的一个约束条件 面临的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生存状况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采取的一种措施也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意义上 我是认同就是政府在一些紧急情形之下 他的确可以针对言论自由的管制 采取一些实用主义的做法 但是这种实用主义 并不是一种短期的一种实用主义 它不仅是要有一种具体个案的一种考量 而且还要有一种制度化的一种考量 比如说在吴鸿飞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 你不仅要考虑 在处理吴鸿飞这个案件的时候 它是有一些苦衷 比如说吴鸿飞 他发出这个言论的一个背景 刚好是北京机场 发生了这个纪中心的一个爆炸案 而且他发出这个言论的这个前后 在全国各地 也发生了一些针对政府 或者针对相关部门的一些 犹豫一些法民 或者一些人受到一个打压 那么他采取这样的一种极端的一个措施 但是吴鸿飞的性质和这些反民的 这种极端的暴力的性质 这些被侮辱被损害者 他们没有别的出路 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司法 提到解决他们的问题 而采取的这样的一种极端手段 他的问题性质 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吧 我们不能在两种性质不同的事件之间 建立一种关联 但是我在这个意义上也理解政府在这种情况下 对吴鸿飞的这么一种 确实有一点不适当的一个言论 采取一种治安性的一种处罚措施 我认为还是能够说得过信 比如说我们根据治安关系处罚法 第25条 那么他扬言要有一种爆炸行为 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行政拘留 五天或者经行一个罚款 这样的一种措施 但是目前就是吴鸿飞 我们知道自从他发表这个言论到今天 已经超过五天的时间 我们的正式的这些 对他进行强制措施的相关部门 并没有一个公开的 一个正当的一个说法 我认为这样的一种秘密的 一种执法方式 没有及时提供一个理由的 一种执法方式 无论如何它的危害 是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进行担忧的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关心这个个案 它不仅仅是涉及到一个 刑法的问题 而且它还涉及到一个宪法的问题 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 自由和安全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当我们也知道 当一个人内心深处 它有很多的一个情绪的时候 它有很多的不满的时候 有很多的愤怒的时候 我们仅仅靠一个简单的 一个粗暴的一个打压 并不能够表明 它的这样的一种不满 这种情绪就会永远不存在 那么它今天压下去了 但是会积累 会发酵 等待合适的时机 它会以更大的一种能量 更大的一种危害性爆发出来 这恰好也说明了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 真是这样的言论自由的一个原理 言论自由我认为 它也需要通过言论自由的方式来探讨 我今天所发表的这个观点 一方面是为了 对吴鸿飞的这个言论 希望他尽早的获得这个自由 做出一个 做一个法序研究者 做出一个力所门迹的一个呼吁 但是另外一个层面 我更重要的是 我并不认为我的观点 就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我们是可以探讨的 是吧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 探讨的过程当中 大家重新确立在 中国今天的一个条件之下 我们如何能够创造一种 自由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的一个公民 在行使自由的过程当中 变得更加的理性 更加的开放 更加的包容 以让政府在针对自由的管制当中 变得更加的决志 更加的一种审慎 我觉得只有在自由的开放 与公权力的运作的审慎之间 有一种很好的一个权衡 和良性的互动 那这个国家 这个政府 这个公民 他才能够找到一条 很好的一种出路 我是陈鸿国 对 你好 你好 你现在正在 机场上 路上 我在 正在机场 是吧 好好好 哎呀 你选择这篇文章非常好啊 谢谢 我就问一下 我就问一下情况 就是您了解的有什么情况 我们了解 就和你了解的 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 是吧 这个是非常简单 他现在还没 他现在在招开室所 但是 现在家属 其实没收到这个 居留决定书 不是说 就还没收到刑事的 一个一个 一个通知书 就居留的 但是已经在审慎所了 已经在审慎所了 其实很坏 您听到家属来打 他能够通过一个 什么挂号信 几天之后才能够到你手里 哦 他故意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 那现在就是你们 已经正式被聘请为代理人了 是吧 就是 你们现在怎么思路呢 你们的辩护思路 辩护思路就是你写的那个思路吧 是吧 当然我们除了你写的之外 其他还有一些东西 就是说 第一个 这个是不是复合行事基础条件 对对对对 是不是 我们平常讲 因为他积压为例外 嗯 是不是 嗯 对呀 就这么一个弱女子 他只是说了一句 发脑色的话 那么立马就进入行事拘留状态 对 符合不符合 行事登查这种先调查再拘留 再拘捕这么一个基本的政策程序 对对对对 对吧 那么以后来讲 他是不是要先去或者调查或者监视 这个这个政策程序 能看到他是不是真的有大的这种可能性 对对对 对 所以现在之前就进入这样一个极限状态 我们感觉是不合适的 对 这是我们肯定要和他交涉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对 啊 第二个问题我们和他交涉的就是 呃 这个案子 嗯 不够属于条件 不够立案标准 对 啊 我们不仅和那个呃 公安警官的交涉 嗯 而且要呃要求检察院介入去到一个立案监督程序 对对对 等立案监督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本性就不具备这样一个追溯的这样一个标准 是是是对 啊 第二个我们想去在会见上也要争取有所突破 会见上 啊 啊 会见上能有所突破 嗯 尽快的会见 嗯 嗯 呃 正常来讲 这个案子 呃 应当是我们我们想 应当 希望是得到进口的解决 是是是是 啊 但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 他可能的最大的价值就是 好像 我们律师界或者司法界 嗯 在等这样一个案子的到来 对 好的 我也希望这个案子 是吧 嗯 其实从我们自己下来讲 就说 我认为 他 这个案子能够疫情 在互联网或者微博上发言的边界 嗯 他是非常具有价值的 对对对对 他 就是我们这样为人毛端了 就是一方面 我想这样的赶紧 这样就要取保出来 是是是 另一方面 现在的确实 他是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是是 对对对 我的意思就是他肯定是 努力是两个层面吧 第一个当然就是当事人吴洪飞本人 他的一个就是尽快的能够放出来 对吧 这是第一个 他尽快获得自由 第二个当然就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考量 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刑法的问题 他实际上是一个宪法和每个人的一个根本自由的问题 也涉及到一个公权力的一种就是 一种符合法制的一个游戏规则运作的一个问题吧 我觉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案子能够介入 我是觉得非常好的 也是 对对 特别盼望你们能够马上就进入这样的一个程序和运作 好 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基本的观点 他要直接说 那你说 对对没有效果就是 他反而会引起反弹 我们只是应当管那些 刑法明确的 共同犯罪的那些 个别的刑法当中 个别的有条款是和言论有关的 对对对 但是北京市公安局这个做法 这一批刑事去留 他给人感觉就是 我靠刑事把这手段 靠刑事犯罪手段 指控手段 来管你 你怎么说话的权 对 靠一种强制打压 没有什么效果 对对对 这种姿态我觉得 北京市公安局 就是通用这种执法 非常非常的明显 是是是 我们公权里没有理听的执法 其实比那个公民个人在互联合 说错话 他的非识性大得非常非常多 对啊对啊 对就是你的执法没边界呢 对 对对对 这些感谢你 学了在美大舞 没有没有 我要感谢你 我们形成个好的一个互动吧 反正都是为 为了这个社会更好的发展呼吁吧 为了每个人 好的 好 谢谢五雷兄 好的 好 谢谢 好 再见 拜拜 刚才我也跟那个武雷律师 他也被正式聘请为吴鸿飞的一个代理人 或者今后有可能成为一个辩护人 那他也曾经他也说到他从一个形变律师的一个角度说他之所以代理这个案件 也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案件的重大的意义 他认为是甚至是里程碑式的 我想说我不否认这一点 就是吴鸿飞他因为这样的一个言论 结果在今天 拨落了这个自由 那引起了很多网民的一个关注 这种关注的一个浪潮 其实也间接的说明了这个案件本身的一个重要性 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最根本的自由和安全 我们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件的一种呼吁 共同的和政府之间的一种执法部门司法部门的一个共同的这个推动 使我们的宪法和法律上在言论自由领域的一些不确定的东西 通过这样的一种个案的积累 使他确定下来 使他的游戏规则更加的一种明晰 更加的有规律可循 就是的确我们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承认 它是一个紧急的一个状况 就是今天的政府针对如今的这个社会矛盾的一个频发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社会矛盾的频发 它的根本的根源在哪里 这个言论自由它所发表出来的 仅仅是一种深层次的矛盾和病症的一种反应 你不能治标不治本 你打压了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你这个病因 这个政界它就不存在了 同样的存在 所以我想说的其实政府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越是在政府认为有损稳定和谐的一种环境之下 政府也应该做到理性 就是政府的理性其实对公民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质语 对吧我们知道如果你的政府上行下效 如果你政府都不理性的你要期待有一个理性的公民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一再强调的就是一个政府如果没有建立在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基础之上 那么它是一个病态的政府 同样一个公民如果缺乏了一个言论自由的发挥 缺乏通过言论自由使自己成为一个自由的负责任的一个公民 缺乏这样的一种公民构成的公民社会的土壤 那这样的公民它就是奴性的成民 它也是病态的公民 那由病态的公民和不健康的政府所组成的一个社会 它一定是一个问题重重的社会 这也可以说是我的历史深处的优历 这是我今天所要发表的一个整体的看法 谢谢大家 妈妈看好我的我的活着衣 不要让我太早太早死去 哦妈妈妈妈我的我的活着衣 不要让我太早太早死去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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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